好了 那大家晚上好 今天呢是3月20号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9点钟 今天呢也是我们的 Hello系列的第87 也是我们Hello系列这个系列里面的 应该是短暂的最后一期 从我们下周开始呢 我们就会跟登链还有OpenBuild 一起联合举办 那个新的系列 然后也欢迎大家随时去看看我们的这方面的公告 那么今天的活动呢 还是有请到了Permadood的核心开发者 Yan来为大家做具体的解释 Hello Yan 能听到吗 Hello 能听到我说话吗 很清晰可以的 OK 大家晚上好 很荣幸 今天又跟大家见面来介绍一下 Hello的 Hello 以及它的一个测试代币 Crate 对吧 我共享一下我的屏幕 我这次 这里介绍的话 主要是 这次主要是介绍 Hello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原理 会简单介绍一下 然后主要会介绍 它目前一个测试代币 叫做Crate 它是目前是怎么获取 以及 我们怎么获取了 能够在我们Permaswap上 进行一些交易 或者说一些 如果你想获取一些测试代币的话 那也是可以在Permaswap上购买一下 对 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有有问题的话 可以随时在开麦 或者说是在聊天聊天里面 打字来问 来来跟我讨论 对 很欢迎和大家和我讨论 OK 我是Permaswap的一个开发者 对 如果大家要有兴趣 加入Permaswap的话 可以扫描下面的一个二维码 对 Permaswap是一个专注于 R-Wave生态的一个道 里面有各种工会 对 比如说开发工会 活动工会 以及翻译工会的 对 好 首先我介绍一下 简单过一下 就是L的一个原理 L的话 它是R-Wave上的 一个计算层 是一个超级并行的计算机 它是在 它是在2024年 2月7号 2月27 我少了个二字 是 2月27号 有R-Wave这个团队发布的 对 目前它是 目前有个测试代币 编试代币获取呢 就是我 会需要你完成一些任务 主要是针对程序员 它会在一个终端里 完成一些任务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获得 嗯 Cred 然后呢 Cred目前呢 用图呢 可以在 上面 在上面可以 可以去进行一些交易啊 之类的 目前 今天呢 在我们PermisWeb上 也是可以交易的 也是开启交易 我等会会演示一下 对 然后呢 它 它是 然后呢 它目前呢 是一个中心化 全微服务器的版本 以后呢 会通过 IO正式这个代币 通过一个 Stake和Slash的 一个经济模型吧 来进行 去中心化 对 具体的一个 具体 这个代币的发行 以及 怎么获取 目前还是没有公布的 可能要需要等到 R-Wave团队 他们的公布 对 我们这个 PermisWeb也会随时关注的 然后呢 我介绍一下 IO的一些基本原理吧 就是说 它首先是 IO是一个计算 可以说一个计算层 所以说 如果计算的话呢 它是通过各种交易 或者发交易 用户发交易 或者说 用户发信息 到它那个 到它那个智能合约 或者说它一个 计算的一个 程序里面 然后呢 它会计算出一些 一些状态 然后呢 这些消息和交易呢 都会永存在R-Wave上 这样的话呢 包括它的一些计算的程序 也会永存在R-Wave上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 可以就比较透明 然后可以通过 你可以下载到 所有的 一个交易和 交易和程序 来事后验证 它的一个 结果的准确性 然后呢 目前呢 这个IO呢 它是 这个网络呢 有三类界点 一类呢 叫做MU 就是它用来传递消息的 就用户可以传递消息给MU 然后呢 消息传到了MU呢 MU会传给SU SU呢 是负责消息排序 就比如说 转账的消息 你先转账 还是他先转账 这两笔交易呢 会通过SU 进行一个排 排先后顺序 然后呢 并把这个消息呢 缓存到R-Wave上 然后呢 还有个CU CU的话 它是根据这些消息 来进行一些计算 然后把结果呢 返回给MU和用户 同时呢 它那个计算结果呢 也是通过消息的形式 返回的 也是会上链 对 这是它的一个 消息的一个流程图 对 这边紫色的呢 AR Connect呢 就可以看作是用户 用户的话 可以发消息 发消息呢 给MU MU呢 就会发消息 再给SU SU呢 就会 对各种消息 对各个用户的消息 进行排序 然后呢 它通过一个 Bundle交易 发送到R-Wave上 同时呢 当用户发送了交易 发送信息给MU呢 它会 去要获得这个消息的一个返回消息 就是他 发了一个信息 他会得到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 就是 就是 它是从 从CEO去读 然后呢 CEO就会 从SU里面 拿到 所有的一些信息 进行一个计算 这时候呢 再把结果返回给用户 对 这就是它一个 基本的一个架构 他 AO呢 它全局呢 就用两种核心的一些消息 类型 核心的类型 一个消息 就是一个进程 它不像以太坊一样 有个共享的 所有的一个全局的状态 然后呢 它呢 各个计算单元 或者说 就以太坊 那个概念来说 就是它的智能合约呢 是分散的 分散在各个 各个 各个计算机上的 对 我们可以这里来比较一下 AO和那个以太坊 对以太坊来说呢 它会把数据呢 存到DA上 目前呢 它现在 就上个礼拜 可能就是砍浑身机以后呢 它的数据 它的DA数据呢 它是会 在一定时间内 可能好像18天吧 18天内会 在各个节点会保存 但是18天以后呢 它并不 并不完全 并不要求强制保存 它会发 存到第三方节点上去 但是AO呢 它所有的信息呢 都会是存在RWAVE上 就是会通过RWAVE的一个 矿工 矿工来进行用存 同时呢 以太坊上的智能合约呢 就是我们AO上的一个 进程和process 就是 其实就是 当你发布了一个智能合约 就是相当于在AO上 启动了一个 一个进程 对 启动一个进程 你就可以计算 可以接收消息来进行计算 然后呢 比如说你在以太坊上 以太坊上发交易 就相当于在AO上发消息 对 用户可以发 在以太坊上 用户可以通过小狐狸钱包 发交易给那个 以太坊的节点 调用其中的智能合约 同样的呢 在AO上呢 用户可以通过小色味钱包 对 就是AR Connect 这个钱包呢 也可以发消息给AO的一个 一些一些的process 也就是AO上的智能合约 这个呢 我等会会演示一下 对 然后呢 以太坊上呢 它是有个全局的状态 叫做Word State 也就是世界状态 就是说它所有的 所有智能合约里的 所有智能合约里的状态呢 是一个 一个大的一个全局状态 但是呢 AO呢 因为它是一个并行的 它是没有一个全局状态 它是每个智能合约 都有自己的一个 本地的一个状态 没有一个全局状态的概念 然后呢 以太坊呢 它相当于一台单进程的电脑 然后呢 AO呢 就相当于无数台 同时运行着的单进程电脑 它有无数台的单进程电脑 对 所以说 从性能来说呢 AO的性能肯定是会 大于这个 以太坊的 对 然后呢 以太坊上 它的智能合约是运行在它EVM上 但是AO呢 它是可以 可以运行在任意的一个VM上 目前呢 但是目前呢 它发布的 它在AO发布的时候呢 是自带了一个 Lua写的一个 Wassman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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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VM 对 我等会也会演示一下 到底是它这个智能合约是怎么个情况 对 然后呢 它同时呢 也发布了一个 类似于 以太坊上一个 编程工具的一个 编程 编程的一个 一系列工具 对 就是AOS 这个AOS呢 也包括了 它的一个VM 对 嗯 OK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VM 它VM呢 是一个 WebSable的一个虚拟机 对 然后呢 它是用Lua这个编程语言来写的 它主要是写一个 Handle的一个函数 对 这个函数呢 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就是它的 这个函数的名称 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它的那个 对消息的匹配 是怎么匹配的 第三个呢 如果匹配到消息 它是怎么计算的 对 这就是三个参数 然后这三个参数呢 就可以 写这么个函数呢 就这个 这个 这个三个参数的一个函数呢 就变成一个 智能合约 就是相当于 以待反正的一个智能合约 它是 等一下我会演示一下 对 OK 现在我演示 现在我演示一下 就是说 这个LS的实战 以及 Cred获取 因为Cred获取呢 目前呢 是通过完成一系列任务来 来获取的 不是说像挖矿一样 就是说它需要 你在AOS里面 嗯 完成一些 一些任务 对 它是有 由 由低到高的 难度从低到高 一些任务 呃 你完成以后呢 它就可以 呃 拿到一个Cred 对 嗯 我我今天会演示其中一个呃 最入门款的一个人格任务 就是说 呃 建一个呃 聊天室 对 OK OK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呃 开麦跟我来呃 讨论 对 OK 呃 首先 如果你在 嗯 你是在麦克电脑上的话呢 首先是要下载一个 Node 对 啊 Node 这边呢 就是说你可以下载 就直接直接他会给你下载一下来 嗯 那个要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下载之前 像梯子VPN之类的 要配置要开吗 呃 下载是呃 这个这个先不用下 呃 这个下载的时候是不用 呃 不用配置 这个下载应该是不用配置 OK 呃 就是网站 就是他 呃 node 是 呃 是是 一种编程的呃 编程环境吧 就是JavaScript的一个编程环境 呃 然后呢 你可以安装一下 对 对 这边就是安装一下 呃 我这边因为安装过了 所以就 我就我就不安装 对 呃 然后呢 你需要可能就需要一个梯子之类的 对 这个梯子呢 我这边用 crash 对 crash 但是呃 呃 但是crash 但是呢 然后呢 你可以就 呃进行安装 安装的话就是 呃安装了以后呢 呃我看一下node 对啊 对 这是node 就安装了 然后呢 安装以后呢 就用这个命令来进行安装 呃 因为我这边试了一下呢 我这边这个代理呢 然后呢 需要 需要用个代理 呃 代理命令是这个 但是呢 我这边试了一下 因为我今天的梯子可能有点问题 呃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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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没有上去 呃 反正就是说 呃 如果你的梯子的网络是正常的话 呃 应该是 因为我是这个命令是成功过的 但是今天可能就是网络有点问题就没有成功 对 所以我这边演示呢 会通过这在一个服务器上 呃 进行演示 对 呃 对 所以说呢 呃 这边的演示的 呃 演示的一个教程呢 是在 呃 他的官网的一个 库克波 嗯 博克上 库克波上 呃 他他他就在这里的 对 就是 这是AO的官网吗 对 然后呢 这里有个tutorial tutorial 呃 然后呢 你只要完成这里面的beginning 这个就是到 这一段 他就可以获得呃500个credit的一个代币 对 我这边呢 会 呃 和大家一起走一遍这个过程 对 呃 我这边呢 是在一个 Linux的一个服务器上 进行演示 呃 如果你的那个网络没有什么呃 带里比较通畅的话 呃 可能本地也是ok的 对 但是呃 因为我这边可能往今天网络有点问题 我今天演示的时候没什么 对 我这边呢 是在一个服务器上 在一个Linux的一个外户服务器上 嗯 呃 我这边已经是装了node的 二十二十一版本 对 他要是二十加版本 二十加版本 呃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只要呃 安装的时候呢 是这个 哎 有这个命令 安装一下 ok 这样就是安装好了 呃 然后呢进入ls 呃 如果有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权权限的权限的一些问题啊 如果在max上我试了一下话 如果出现权限的问题你要按速度 然后加上这个命令 对 如果是如果出现一些权限的权限的一些问题的话 好 然后我们就进去了 嗯 嗯 好 这样就进入了一个呃 ls 他的一个 呃一个 接入 接入 进程他会自动会帮你生成一个进程 对这个进程呢 呃就是他的一个ID 同时呢他也会生成一个钱包 我们可以看一下呃我退出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 会先生成这么一个 这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刚才生成的 他如果是你第一次用的话 他会帮你生成一个钱包 这个钱包是一个AR的一个钱包 你可以导入啊导入这个 小狐狸的呃不是小刺猬的 这个AR connect的一个钱包 对你可以导入这个这个钱包 就是AR的一个钱包 呃就是AR上的一个med mask 对然后呢呃 好 好然后我们就跟着这个 教程来跑一下 首先呢他可以发送一些命令 比如说啊hello 这时候呢其实他是把这个 其实已经发了一个消息 他其实已经发消息了 他发消息就是说呃刚才那个图的话 当你在这里呃打入命令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发消息给MU了 对然后呢他会从呃 从那个CEO里面拿到 呃拿到计算机计算机果 返回返回到你的那个终端钱 对比如说你可以打一个 一加一等于多少 对 这时候呢他已经经过了 其实他背后已经是经过了 这这这这整系列过程 就是说他你发消息 就是你发一加一的消息 呃到这个MU 然后呢呃MU就会把它上链 然后呢他 然后呢你你从CEO读取结果 对其实他在幕后已经进行了这个过程 我们可以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看一下这个消息 这些消息都会上链对 我们可以在呃等一下看 看一下这个在AR这个浏览器上 也可以是看到的 可能现在没这么快要等一段时间 对他现在是没有 他可能等到10分钟左右吧 他会就会把所有的消息都会上链 OK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呃消息传递对 然后呢我们需要呃对 给一个给另外的进程发消息 这个进程呢呃他这个教程还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他是借用了那个黑客帝国里面的两个人物 这个叫Morphos一个叫做Trading 呃如果大家看过黑客帝国的话 呃就就比较熟悉就比较好玩了 呃他呢Morphos呢他是也是一个进程 呃他的进程呢是这个 他是呃是这个 就是说也是AO上的一个智能合约可以认为说是一个进程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他呃 他进程名名呃他进程地址呢是这个 对我们就把他赋予的Morphos这个变量 对 然后呢我们可以向向他发消息 对比如说他有个sand的sand的呃sand的函数 对他就是像呃target就是说Morphos 然后呢发到消息的发消息的这个呃这个这个消息呢 就是你是Morphos吗就是他会发这么一个消息 然后呢他会返回一个消息对这你看到就是个消息 呃这时候呢我们可以从他的呃从我们这里inbox里面读到inbox呢就是一个变量 他就是呃你收到所有消息都在inbox里面呃他是一个呃宿主对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录录外里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现在是收到有两条消息 我们可以在我速度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第二两第二条消息就是啥就是刚才收到的消息box 对就是他的一条消息 然后我们我们看到他的data就是m i'm here you are uh bunnel awake awake 就是他是一句台词吗就是黑客帝国里面的一句台词 我们可以如果呃要简化的看一下的话就直接看data就可以了 对就是就是就是你在也就是说你向那个进程发了一个消息 然后呢这个进程他是本身有一个程序在里面跑的就是说一个智能活在里面跑的他会返回一个消息就是返回他计算结果 他呃这是这是一个呃模拟模拟一个聊天的一个一个程序吧 所以说他会返回的这个计算结果就是m here就是这段对话 对 然后呢呃这就是收减箱就inbox 对 然后呢这时候呢我们就说呃我们需要呃再发一条根据他的那个 根据他的那个tutorial我们继续再发一个比如说我们就发一个呃 把一个unlock 这是呃就是发一个了他的那个target人就是morphins就是我们刚才的那个进程 然后呢他发的那个就是消息的那个内容呢就是coder 呃rabbit hole然后呢这个action action的话就是消息的呃一个属性就是unlock 就是这些呢这些都是可以在那个 具体写的那个呃process里面你可以具体编码就是说你的action是什么的时候回复什么消息呃我们等会有看到 然后呢我们就收到了一个消息就这时候我们呃这个inbox里面应该是有三条消息我看一下 对他三条消息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最后一条消息就第三条看他收到的是完整的消息是啥 对就是说他要呃test有readiness呃readiness他让让要求我们就create chat room 并且给他发一个发一个发一个邀请呃呃对然后呢我们就继续往下走 呃一样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有人留言不知道是不是面对的这个问题 我看一下 对对是的呃对就是这个命令他可以指定那个具体的一个钱包对 呃呃对他这边的话对可以指定自己去钱包 对呃如果要是产生新的那个process的话他是有一个swap的一个命令的对具体有个swap的命令呃如果你是如果你想重新建一个 就是建一个建一个的话你可以把那个就是他生成钱包呃把它移除掉就是说他他这里边的话是有一个呃他会生成一个就是刚才生成了我可以试一下 比如说这里的话不用离出你直接那个退出了然后挑aos然后随便编个名字比如aos123或者aos那个那个样他就会根据你的这个名字对应生成一个现成一个进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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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呃继续下面讲一下 呃继续下面讲 呃这时候就是要创建一个聊天室的话就是说我们本地就是在我们这个process里面在这个process里面呃进行 进行发布一个合约 就是一个聊天室的合约 这时候呢 主要是 主要是就是聊天室的 就是他对不同的一个消息进行处理 就是聊天室的话 就是说我本地 我这边的process里面 对不同的消息进行处理 就是根据不同的消息类型进行回复 对 所以呢 这时候呢 他是用RAD的代码 呃这边呢 对首先呢是有一个 呃他会他会根据消息的 呃消息的不同消息 然后进行回复 这时候我们需要这个 这这个呢 我们需要呃写一个叫做handle了 handle了一个函数对 呃handle了函数 然后呢我们可以啊 把它加进去啊 我们可以直接在命令 啊可以直接在那个中央里写 也可以也可以用你的编辑器啊 这里呢 就是我们就产生一个 在本地的一个 本地的变量 就是members会记录呃聊天室所有的成员 然后呢我们加呃 加一个通过handle 呃 通过handle 然后呢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 handle了 啊这边是需要在那个文本里面文本里面露的进来 嗯 你可以用那个 第二editor 那个可以直接编写 嗯 对我是用呃一般都是用vm比较多一点 所以说我这边是 他的路啊 对我们这边呢就是说 他可以在这个编辑器里面啊 写上呃写不同的一个对消息的处理 对他他每个handle的就是对不同的消息进行怎么处理怎么回复 他首先呢是三个三个函数 他是呃handle了ad就是说他可以增加一个处理器 呃他首先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就是说你这个消息的那个名称呃就处理器的名称就是register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对消息进行匹配 这个的话就是他这个action是register的时候呃这个消息就匹配到了 匹配到了呢 那这个消息会传到下面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就是说呃在member里面加上加上你这个发消息的人的呃id 然后呢就是在member里面在这个字典里面加上呃如果要注册那个用户的名称 然后呢给他回复呃已经注册成功对这就是一个呃呃一个注册的一个程序对一个注册的一个处理处理函数 然后呢这个就是他的一个broadcast的处理函数 就是说你可以发消息到我这个进程或者我的智能合约 然后呢他会呃发送给所有的那个聊天室所有的成员对这时候呢他的匹配函数呢就是说action是broadcast 这时候呢呃如果是这个消息的action是broadcast呢就会跑下面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呢就是说呃他是他是便利所有的所有的member对所有的member 就每个member都把呃都都都发一条发一条消息发一条消息的话发消息总是呃发消息就是用常用的就是l5.3 send然后呢他给他就是呃所有所有的成员然后呢data就是说哈哈哈 message message具体的一个内容 然后呢然后呢最后呢向这个呃向这个发消息的人呢发一条回复就是说我已经把这个消息广播出去了 对这就是两个就是实现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聊天室的功能就是两个功能一个注册一个就是发消息对 然后呢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这一段代码load进来呃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现在目前的handle了 按一下他现在处理函数有什么 对他现在是有两个处理函数就是他本身这个process已经有了然后呢到呃呃当我们这个 rode进来一个chart 对这时候就相当于发布了一次智能合约呃他会他会发不到发不到一个always上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handle了就是他对消息的处理呢就会多了两个 对就是多了两个我们刚才刚才这个写的注册和呃和这个广播的两个呃两两个程序对两个处理函数 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写好以后呢 对我们就可以发消息首先我们把我们自己注册进去呃 al.id 呢就是本身我们自己这个进程对我们自己和自己呃自己给呃 我们我们发我们自己给自己发消息对也就是说这时候呢就是说我把我们自己放入那个 加入聊天室对他就回复了回复register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members 嗯看一下members是不是有我们的那个 s 这个就是我们已经自己已经注册进去了对这就是二八就是我把我自己注册到呃注册到这个流淋聊天室了 呃这个是广播程序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然后呢就是我们需要把呃这个任务呢就是把毛费斯加入聊天室邀请他加入聊天室就是说像这个进程像毛费斯那个进程发发布一个 action 是 john 的一个信息对 对然后我看一下跟他 你回复我们看一下版本里面是不是有一个 毛费斯 对这是毛费斯的已经加入了对然后呢他也会回复回复了个消息我们看一下那回复的消息是什么 呃目前来说我们是 直接我们看一下最后个消息就是说 哎这消息就是他的一个消息我们用那个 雷塔来看一下 啊他的意思呢就是说 嗯嗯他会向我们介绍确定你 啊刚才我断了一下我重新重新共享一下 对这个就是啊 确定你确定你的 id 他告诉我们了对这时候呢就是说你需要好这个教程才会知道就是吹点你的 id 这时候我们会把确定这个 id 呢也放在一个变量里面 对就是说我们家呃通过毛费斯啊找到了确定的一个 process id 然后呢我们可以邀请确定加入聊天室那就是我们可以 send 确定来加入 对这就是像确定的这个 process 把一个 join 的消息对然后我们看到满把里面是不是确定 对他满把里面 对就是说我们我的那个啊聊天室有三个人了对这个时候这个是我自己这个是 莫菲斯这个都是应该是确定的对然后呢他同时也发消息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发的消息是啥 对所以说他就是有没有完成了一个任务啊就是说 然后呢嗯对然后呢他需要我们建造一个就是 toko get 啊toko get 啊看我我看了后面教程就就是说他会需要做一个 有嗯代币有代币就呃就有代币的人才能发言的一个聊天室对 就是说这是一个任务对 首先呢那我们看一下怎么制作代币啊制作代币呢他这边呢是有一个呃 blueprint就是说blueprint是他内置的一些已经写好的一些合约对 写好的一些process对我们可以通过呃road process来进行 来进行这个 呃导入这个这个token就是说重新部署一个token的合约对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呃他的那个 handle 是handle list 是不是增加了 对这里可以看到有balance transform mint 等各种方法 然后呢其实这个blueprint呢他是已经是开源了 那他的代码是在 在这里 来 这是他的一个呃呃代币合约的代码呃 呃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说他这里有一个呃 啊balance 的一个一个一个字典或者说一个map 然后呢他刚开始呢就是说呃他会发行的呃 发行的时候给这个部署合约的人首先发那个呃 呃这时的呃有一万个币对一万个币 然后呢他的可以写合约的名称也可以修改啊 然后他dex是12 呃然后呢呃我们可以向他发呃info消息来看看 这个合约的一些呃这个代币的一些一些信息 对我们可以向他发一个呃infoinfo消息 对 啊我们验证了 对这就是info 这就是像targettarget就是说啊就是像我自己这个process发消息呃发info然后我们看一下他返回的一个计算结果是 啊这是这是他在应该target里面 对他这边会返回target 比如说这个就是dex吗 然后他的这个代币的名称 然后logo 呃然后还有就是说他啊tickets那个symbol就是说他的那个代币的那个symbol 对 然后我看一下有有聊天 对 呃creditcredit的话就是现在是 credit的话他的他代币就是说 呃他是现在是没有没有那个上限的是我们可以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等一下可以查一下因为他是个合约是一个开源的吗 我们可以也是用这个方法的我们可以查一下他总共有多少个我刚才查了一下啊是发了挺多个的 ok 就是呃然后我们需要呃像tradian的发贷币对然后呢就是用transfer方法 啊这里是用了一个transfer方法 啊对就是他他transfer方法就是这个方法然后呢我们可以呃像tradian的发贷币 这个呢就是说像呃target就是我们我们这个部署的那个 部署的那个process对然后呢消息呢是 呃transfer action是transfer然后呢呃 就是接收着呢是确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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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刚才已经 就是他那个他那个process的ID对然后呢数量就是一千 然后呢他会 他会返回消息首先就是呃token received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消息是什么什么意思 但是一步步来的一个一个一个教程 对他说 token received interesting i'm not sure you're making so far 对然后呢他说你需要需要继继续进行这个任务 就是你发了代币 然后呢你需要写一个 写一个只有只有有代币人才发言的一个chart room 对然后我们继续跑下面的这个角色 对 然后呢这时候呢我们呃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 broadcast这个这个程序就 有些变有些变化了 对我们刚才我们我们可以比比对一下 对就是最最简单卷单版本的一个process 然后呢他这里是啊就简最简单版本 如果你收到消息呢就会给所有的members 所有的members啊发消息l3的就所有的所有的发消息 但这时候呢啊会加一个呃验证一下 你这个人是不是有代币有代币才给你发 对所以他就是呃这个 对他首先是验证一下有没有代币 嗯对来个是 啊首先是他从balance 因为呃我们现在有一个balance的变量 因为在那个low的那个low的pricep呃 blueprint 头口里面有个balance的变量 这变量会记录呃所有人的那个代币的多少啊 如果他的代币呃没有或者说他是小语一的话就呃就会返回 就说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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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消息的那个呃请求是不行的 就是on author的对然后呢 他他的消息就广播不出去对 对然后呢只有当那个 呃就当用用户的消息呃其他的呢就可以把他广播出去对 然后呢对这就是这就是chat room 啊就就这个我一定把他啊写下来了对 ok 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把他重新加载一下 ok road charge room 2.5万 这样呢就相当于我们又重新布出了一次合约 就是又改变了我们这个process的一个呃具体的一个处理的一个合约的代码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 我们的handle list 是 对handle list 啊对因为光呃对handle list 我们看一下 对这里边的话对broadcast 然后呢呃投款人就是有的对 ok 这时候我们重新加载过了 然后呢我们 呃我们先send一个broadcast 对我是收到了因为我本身呃因为我发因为我我我的一个balance是足够的 所以说我的消息被broadcast 这个对 ok 然后呢我们完成以后呢这个这个代码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就像呃吹吹吹你进行一个 呃吹吹你发一个消息就是说 这个这个这个已经完成了对 因为确定的已经在那个呃在在那个对在那个member里面所以他会收到 他会收到呃我发的这个消息这个其实就是说我像我我这个聊天室发送了一条广播的消息说完成了这时候呢确定你这个程序呢因为我是broadcast会发给所有的那个聊天室的成员 我可以看一下我们聊天室的成员的话 只有三个所以说确定你其实他那个进程也会收到这这条一次当消息所以他会返回啊返回消息给我就是这他会呃也会返回消息给我我可以看一下确定你能给回复就是 啊inbox 就最后一条消息 对 ok 这就是他回复的消息对呃我用data来看一下直接看到data 对这就是他最后回复的消息就是说呃你已经完成了这个矫程啊然后呢你可以呃 可以注册到这个注册到这个这个聊天室这个聊天室可能就是完成的人的才能进入这个聊天室然后呢你可以发一个发一个消息给确定你然后说呃这个action是claim然后呢data就是你的discord 然后呢你需要在那个发了这个以后呢再去填一个表 对就是呃去他会填一个表因为他我我记得我刚开始做的时候他会直接发给你代币可能是最近人比较多了他他需要有一个审核对他需要你完成以后就会 发一个发一个呃发一个claim的信息我这边就不发了因为我已经领导过代币然后呢再填一个 谷歌的一个一个一个表格对 ok 这样就好像我好像早上早上走了一遍呃直接发了那个send的信息他也给我给我发代币了 直接发那个send的信息也发到一遍我还是要试一下 ok 那我就发一个试一下 你就没没填表格吗 我就改一下比如说我没有我没有填表格 对这边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我第一次跑的时候就不需要填表格 啊比如说随便写一个 对然后我们可以查看一下那个claim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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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呃congress我看一下他有没有 啊还是叫你他就说你完成了那个第一个你需要填表格 呃我看一下呃然后我们可以查一下这个 那个claim的那个代币的那个信息 呃claim的话他的那个 他的process的那个 processor是这个我们可以加一个 processor是这个processor 就是create的一个processor 他也是应该是一个标准的一个token的token的一个 呃标准的token对所以说我们可以可以查一下balance balance 通过balance呃通过 通过发一个balance的一个消息来查我们的那个 查我们的对我就是像这个process发了一个balance的消息 然后呢他target就是我自己对呃目前看来是没有还没有拿他没拿到 对他data是零对就是没有 嗯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呃比如说我现在我这边的话 我这边应该是有 这个这个是有0.7我们可以试着查一查 啊就这个地址也是可以用这个 也是可以用这个 呃target就是这边的一个地址 对 对这边的话这个就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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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包的地址有了就有 这是我以前的一个钱包就是他有呃他有699个699个 因为他的dex是是3我们我们可以发一个info来看一下他的那个信息 看一下这个代币的信息就是呃他的credit那个信息 是什么就是发一个info的消息 哦所以那个500个其实是0.5个是吧 不是500个是5呃50万个我看的是对 呃他这边的消息500个就是500乘以10的3次 啊我没有消息就他返回了哎 嗯 嗯 然后可能需要卡了一下 重新进去 他有时候会卡顿 我们再看一下他的info 是就是查那个 啊那个我的一个balance 然后我们可以查一下info 看下最后一条信息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代币 对这个代币的名称叫做a5.credit 然后他他dex 他的dexm13 然后呢 对 然后呢他这边的话 对这就是他一些基本信息对 就是他基本的信息我们可以查一下我们同样也可以查一下他所有的一些就是说他现在所有人拿到的一个呃 啊这边有一个有一个有个方法叫做 叫做balance就是把所有的所有的人的呃有多少钱都可以把它拿出来 就这个balance 方法对 保持一下啊 啊 action 是balance 啊有了这个也是比较大的一个 对就是所有的他所有的就是他所有的用户的拿到的 目前拿到的那个cred的那个所有的信息是一个杰森杰森格式的一个对 对OK啊我这边演示就完成了我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 对这个流程跑一下也也挺挺挺慢的挺长的 对有多少个有多少个cred就是就这边已经查过了就是balance那个名 对啊怎么把那个cred发到airconnect对这就是就是用transfer 就是用transfer就是用transfer就发到你 哦对了那个cred是在你的现成上的是吧他不是在你前面对他那个地址 他的地址就是你现成的那个地址就是你aid的不是你那个不是你的 你可以用transfer命令把它发过去对哦那那刚才那个回答有问题 就是他其实现在他在你的这个限制你的所以你还得还得自己发到自己前帮上 对还发在自己前帮上就是说他命令是这个就是啊他给他是那个cred 然后呢action是transfer然后呢re recipe就是你这边的比如说你是airconnect他上是哪里的就哪里的然后多少多少个你就多少个就发过去OK了 对对 呃这边的话就是我已经演示过了那个cred的一个领取啊但是具体填标以后怎么领取的话可能需要你在那个dc群里去问一下 需要到dc群里去问 呃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消息是否是是是否有没有上链对可以看一下就刚才是这个 嗯 啊已经上链了我们可以看到他那个消息应该是这是我的一个 对这是我的 对这是我的 看一下我的那个 id 是多少 28 这就是我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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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发的消息啊 我刚才发的消息啊 啊 对这个就是我刚才发布的 对发发布的一个一个消息 对 发布的一个 应该是 那又是你的智能合约吗 你发的合约对应该智能合约上发 就是 哎这里是没有发消息 这边是我智能合约 然后我智能合约应该是 嗯 对应该是我这边查一下我那个 查一下我这个 哦 啊对就是说 哦呢是我这个钱包地址是这个对 这是我钱包地址 这是我的钱包地址 然后呢我是不断的呃 发消息给我的智能合约 对我的智能合约是 刚才我的智能合约是28 这个28就 process id process id 就是 然后呢我这个钱包呢我这个钱包就是我这个process的owner呢是我刚才生成的钱包他那个呃钱包地址是LLQ 我就对然后呢我就一直刚才就一直给我的通过我的钱包一直给我的合约发消息对 就是刚才我所有的发的消息可能对我看地随便搞的随便看一下 嗯 所以他会下下 对就是其中的一个消息就是刚才我发的一个消息就是我查看那个message的一个消息他都会发送到我的智能合约里然后我智能合约在ceo里进行计算然后他返回结结果呃也可以通过这个 来看一下他是现在有两个流行器一个就是vblock一个就是a o点那个link 我看一下我这个process 对process对 对这就是我的process看到啊对这个就大家都呃就刚才我通过发消息一直来发发消息通过我就钱包地址发消息他都是换成啊都会最终会永存到一块 然后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ok 呃下面呢我我我我继续讲呃l呢就是cred呢他除了除了这个任务呢他后面还有很多任务他应该是有七八个任务吧都可以获得了那个 cred 对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任务对 呃然后呢我继续讲呃讲一下我们在pomuswap里面怎么进行l你有了a o你可以干嘛 呃你有了a o呢首先你可以可以充值到我们i pay里面来进行交易比如说可以换一点呃 ar之类的对 我们pomuswap 呢是呃那个什么r wave 上的那个dex对他是比较早啊 然后呢最近也是也是有一个治理测试i b hello 对我们现在呢在那个 我们可以在 可以充值到呃把a o可以充值的呃把bred 充值到我们i pay 呃我们可以演示一下这个过程 这边的话是有呃在ar connect 里面你你需要如果展示 ar cry 的那个代币的话你需要这边需要进行导入啊我演示一下那个导入的过程 呃这里有token 然后呢你会呃 import 的token 的时候呢你就把就把那个 就把这个地址把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啊呃就cry 的那个process id 把它把它填进去就 ok 了 它就会呃在connect 里面显示 显示你有多少个 a o代币 这边我可以看到我这边有0.7个 然后呢在我们那个i pay 呢也是可以可以充值进去 啊现在有0.0.669个对其实就是 然后呢我们可以充值进去我呃 充值进去比如说零件 对 对 对这样的话可能等五分钟五分五到十分钟吧 然后呢我们可以到呃 permaswap 里面去 permaswap 里面去进行交易 目前呢是有一一点点的流动性对但是 就是啊我这边是应该是刚才已经充值过了 对我刚才是充充值多少个几个 三十两 然后呢你可以在 哎我呢就是可以换到 换到 换到 一百个 哎呃这边是我需要添加一下轮动性 等一下 然后呢你可以换 可以换到换到但这个价格呢 目前呢你你可以呃可以 因为因为我们现在是只是一个测测测的流动性是 是比较少的 所以说 所以价格不是很高 如果是你呃可以来做事可以来呃在我们的这样就 九点呃九点九五个换到0点 0 一个 因为他在那个减格比较小 所以一般来说是十个 喜欢的话 比较dc也是可以 对他现在差不多一个零大概是零点零三个吧 如果按这个这个价格的话 一个零点零三零三刀零四刀的样子的 嗯对 还有什么问题 对因为呃 因为他那个去你机是呃 W-A-W-A-SAMILY 所以他这边已经全部写好了 就是说你的GAS用多少 呃他都会计算好的 就跟以太坊说是一样的 所以说他是也是有GAS费的 呃就AOS肯定是作为GAS费的 对呃看看大家有什么有什么问题 我这边也是呃完成了 好的谢谢一样 有问题的可以直接留言或者是开麦提问 对 下次是不是会教一下那个怎么提供流动性 哦可以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怎么提供流动性 呃如果你要提供流动性的话 就是说首先呢你需要有一个Evapad的一个账户 然后呢你需要把呃你需要你提供流动性的 呃一个一个对这是一个账户 这是最后提供流动性的账户 这时候呢你需要吧需要在钱包里存入你进行做事的做事的一个资金 呃做事做事的资金 我这边呢是放了一个呃EaR和200多个 哎呦对吧然后呢我们在那个Permaswap里面 我们Permaswap呢 他如果做事的话需要已经跑一个呃跑一个LP的程序 这个LP程序呢我们可以去 这边下载对就是release里面release里面去下载 它是在Linux版本呃下载以后呢 下载以后呢就会有一个 有一个LPconfig的程序这个呢就是你可以写一些你做事的一些呃 参数比如说你的价格范围啊或者说呃多少多少呃 多少AO来做事啊对就是首先LPconfig呢 首先可以看一下这里面可以做事的一个流动性的池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通过这个命令N就是呃network N是那Mainite 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些池子对 然后呢我们看到呃 Lcrisis在 哎就这个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呃做事比如说我们在我们需要在做一个for range的for range的一个 for range的一个一个呃一个一个做事范围就是说从无穷大到无穷小就相当于呃 uniswap vr 的一个做事的范围 然后呢我们需要设定他当时当前的一个价格 嗯比如说我当前的价格我们可以设置成呃设置成呃0点002 a r 每al 然后呢我们可以设置for range 这就是从最小价格是无穷小而最小价格是0 而最大价格是无穷大 然后呢用for range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 啊呃做事呢他会生成一个做事的一个参数文件配置文件也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个 比如说叫做l.json里面 啊对然后我们需要呃少了一个参数就是说他有多少多少a我来做事我这边x的话x的话就是说因为他池字嘛就是交易对他可能是x对y我们这边是呃 cred对ar 对所以说x比如说呃我用100个cred做事 对这样的话我们就就会给你呃说出你呃可以计算出呃你这个需要有100100个a aercred然后起码要0.2个 哎呀对这样的话就是就会就会有一个 l.json这么一个配置文件这个就是你的做事的参数 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文件呢 就是我刚才做事的一个 一个一个配置文件然后呢你可以跑呃然后呢你就跑一个lp的程序这个lp的程序呢就是你刚才下载的那个在在这里下载的下载的安装网里面是有的 然后呢你可以跑一个脚本就脚本的话就是 个三棚就是 写上你这个 你这个 账户的一个私钥啊你这个 比如说你lp的一个一个就是你这个lp的私钥放进去然后你就可以进行跑一下 这样就是我这边是跑了一个 对是跑了一个 跑了一个呃 对就是让ip就跑了一个 跑了一个 lp对 这就是做lp的一个一个一个过程当然你也可以在那个官网上有一个图形化界面图形化界面是可以的 嗯对啊但是图形化界面可能我们l可能还没更新可能明天可能需要明天来想对 嗯 对跨链的话就是通过 通过这个 哎呃通过跨链到IYP上对 这里冲通过通冲值就是跨链 对 ok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好的谢谢 呀 来请问大家还有问题吗 然后我们的每一期的回放都是会放在primado的这个首页啊大家可以点击这个首页里面可以看到往期的回放 有一个代位的在问现在有什么项目在AO上吗 哦 现在呃有一些项目啊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啊首先是有一个啊有个比较有意思 呃有个啊有个啊有的推特呃就是啊有做的推特还挺有意思 哎他 对你可以你可以在AO上发一些发一些推特对对 哎他这边 他可以发一些推特哎他这边可能在调试还是好呢这是一个啊对有了 就是一个AO的一个推特你可以发一些 连接上你的air connect以后 对连接你的air connect以后你可以 发一些小发发一些推特你可以看一下 呃然后呢他可能还会有些有些游戏 但是这些游戏呢目前还是通过命令行来进行的有有些游戏 呃 呃然后其他的 呃 呃做事的那个价插代码的话 做事其实就是我们目前做事的算法就是uniswap v3的一个算法 你可以设置最高价和最低价 或者说你可以用vr的就是全 全呃零到无穷大也可以 对他是就是相当于如果你做过uniswap那个lp的话就是应该比较容易理解 对 可以这边我看一下 我有 对这个可以可以交易的 对这个可以可以交易的 嗯 那他应该看那个aocid那个啊啊哎呦对 对他是可以交易的 可以试一下 嗯 原来第一次我这我这usdt不足 我可以买一个对比如说买e uidc 对 对这样就完成了 啊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这笔交易 啊 哎呦对 呃最近在哪里办那个l hackson啊对这个是应该是推特上有一个消息的但具体的话 呃可以在推上关注一下 嗯可应该是网上吧应该是在网网上对 呃具体的话可能需要他去去他们的那个 那个推特 对上 对 嗯 OK大家看看还是什么问题 然后这边我也同步预告一下就是本周五也就是咱们后天 啊后天晚上九点钟北京时间九点在我们会有一场这个推特 Space 我们是专门邀请到了这个RV5的创始人Sam Williams啊 还有跟我们这边的就是AO的这个创始人之一 也是Permatalk的发起人AutoProgram啊 两个人来作为嘉宾来一起来呃探讨这个嗯关于AO的一切啊 包括未来的一些发展计划等等 然后也呃这场Space应该是一场英文的Space 啊肯定技术上面各个方面也会呃关系 呃也会涉及到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 然后请大家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海报啊明天就会做一个小宣发啊 啊周五晚上的时候Sam Williams会做客这个Permatalk啊 啊所以啊再次感谢一样今天的分享 然后也感谢各位大家的参与 然后我们会在群里面再做一些更详细的交流 好的好的好的那再次感谢大家啊今天时间过得很快 好呃祝大家晚安拜拜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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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